Hello 还是我 第二个跟彭帅有关的话题 就是我看到一堆人在那纠结翻译问题 而且有一些人不只纠结翻译问题 还纠结用词问题 我们先说翻译 就是有一些人 彭帅他的微博不是用中文写的吗 后来有一些人把它翻译英文了 给全世界看了 有一些人纠结一些翻译是不是错的 这个彭帅他的一句话就是 你指的是张高烈 你逼我 好像是你逼我跟你发生关系 对不对 你逼我 这个你逼我 平时被翻译 you forced me 然后有一些人在那纠结 说这个force 是不是英文里面 让你联想到一种肉体上的一种强迫 但是原话里面不一定是肉体上的 有可能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强迫 对不对 可以说是pressured coerced manipulated 对不对 这不一定是forced 就是让人联想到强健这种事 就是肉体上的一种强迫 你现在在那纠结这些 后面的还有一些人 他们在纠结 这个彭帅他自己用词是不是不对 他应不应该用逼我 是不是应该用另外一些话 这些我 我觉得一个健康的一个社会 他不会纠结这些 他不会就是也会有一些无赖的人 在那纠结这些 那是肯定的 但是一个健康的社会呢 他会怎么做呢 首先受害者或者是 我们assume 他是受害者那个彭帅 他会是自由的 这是第一 他会有跟媒体对话和说话的自由 第二 他会有出国的自由 第三 他的家人也会是安全的 第四 后面或许会有一种调查 警察调查呀 可能会上法院啥 到时候这个调查当中呢 我们就会知道 这个你逼我 是正确的用词 还是不是 而且各种翻译是不是 也应该跟着那个逼我 把它放成force 还是pressure 还是coerce 但是在一个不健康的社会 在中国那种社会呢 彭帅现在到处被 我不知道用中文这么说 就是被paraded around 就是那些官媒 让他在哪里出现 他在哪里出现呢 让他在哪里笑一笑 他在哪里笑一笑 让他跟一群朋友吃饭 恰好有人把他录下来 这真的是undignified creepy 看着觉得哇 你中国 恐怖 真的是恐怖 好 什么叫 他的用词 对不对 这是我们都应该assume 首先我们应该assume 他是受害的 他自己用什么用词 我们就不用给他解释 我们不用纠结这些了 不是吗 Peace 谢谢